我西楚霸王 虽然现在有点逆风 但是不要慌 我有底牌 直接一闪 霸王本色 兄弟们 这个赵怀珍的一技能 我说实话 真的烦 我得跟他拉开距离 然后我霸王本色 赵怀珍你怕的真够啊 面对这种情况 我只能是 也拿出我的赵怀珍 赵怀珍的一技能 可以直接给项羽打招转向 我说实话兄弟们 这确实是个神迹 前期虽然被他消耗了一边血量 但优势在我和谐收入当中 这项羽还想过来抢 一手把玩推开 我歇了 你妈 我不打扰 我走了 这给我和谐抢了 真吗 边打边往后撤 不给他把我推进 他也有机会 优势还是在我 二技能 阴影一转 我大意了啊 前期毕竟还没有到我的强势期 先发愈一手 把穿三甲拿来 你不能 这项羽一闪 我真的歇了 给我细节 把玩 上波我确实用一技能 躲掉项羽的大招了 只是奇迹光过月了 这没办法 好吧 看我这波 太极推手 直接逆转 或者现场 四下普攻 先打含金状态 一技能留着不要用 二技能 炸 把玩 再一两下 一个中节 直接拿下 我兄弟们 这才是我的实力 根又换素材啊 你懂什么 项羽已经削弱了 现在都说夏洛特强 我对线夏洛特 那更能展示我的实力 总所周知 赵怀珍开大的时候 吃到的伤害越多 打出去的伤害就越高 所以说我们这波 扛塔 赤塔上 配合飞 直接拿下那个夏洛特 最近不都是说 夏洛特超标吗 其实我觉得 这个英雄 细节还是很多的 新手玩 他不容易打出超标的操作 所以我觉得 夏洛特的强度 对于我这种 分段较低的玩家 影响不大 你看我这波 空了一个中节 也能给他拿下 虽然铁格我操作 不是特别强 但意识绝对到位啊 下面 我就给大家展示一波 什么叫做顶尖意识 买飞手 这个位置 没有人会想到 我在这个位置 只要他们靠近这半边 我实际就是一个艺术推拿 接二技能 接大招 没弹到我 OK 那么更加确认了 这里没人 小乔 他现在百分百确定 这里没人 而我只需要这里 静观其变 他一定会过来的 小口腰 好一鸟 上的还挺准备死 我不打扰了 大招一开 规配急功 好 咬咬公主 上身 哇 极限 一技能 霸弯 反向大招 加盾 你以为 或者信息 跟我的好兄弟 正式battle一波 二技能 抵消套大招 四段普攻 多一出去 12技打13级 完全不从 一个霸弯 拉扯距离 大招 吸纳伤害 再吸纳 OK 龟派七弓 他怎么大招又好了 来来的 赵怀珍这个英雄 我觉得强度还是可以的 只是召唤师比较菜 没能发挥出他的全部实力来 但其实是这样 这把也是在我的龟派七弓下 15分钟把对面打投降了 虽然说战绩并不是很好看 但评分中间会打破所有之一 我怎么回事 我帮他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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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